那随着5800X3D的正式发布 AMD的锐龙5000系列至此应该是十米达成了 而接下来登场的Zen 4相信才是玩家们关注的重点 所以本期视频超提哥就汇总了目前关于Zen 4的所有一致消息 并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Zen 4 CPU值不值得期待 那废话不多说,下面就赶紧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首先我们来聊聊Zen 3 CPU的现状 其实就目前而言,距离Zen 3的正式公布 也仅仅是过去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 但在这个时间段里,Zen 3已经基本打败了10代酷睿、11代酷睿、12代酷睿的部分型号 完成了以一敌三的壮举 然而由于12代酷睿的牙膏解雷大管 i512600K就能实现莫秒权的态势 所以进入到了2021年之后 AMD桌面CPU的市场份额便被压缩到了16.2% 距离英特尔的83.8%有着5倍之多的差距 而为了把YES抢回来 Zen 4的出现就是理所应当 至于具体的规格方面 如果不出意外 Zen 4处理器将会归属于锐龙7000系列 首发预计有R57600X、R77800X、R97900X和R97950X等四款型号 其中R57600X为6核心12显成 R77800X为8核心16显成 R97900X为12核心R4显成 R97950X为16核心32显成 但预计每个型号的基准频率和最大加速频率也将会略有提升 这里顺便就把目前Zen 3处理器的规格简单罗列一下 想要对比了解的玩家可以暂停查看 其实可以明显发现 对于Zen 4的规格方面 AMD算是正常的保守升级 当然目前也有消息表示 由于隔壁Intel的13的Core还会加核心堆线成 所以AMD Zen 4中的旗舰型号R97950X也可能会达到R24核心48线成的规格 但具体还是需要等到AMD官方宣布 然而以上这些并不是Zen 4最重要的升级 所以请继续往下看 按照往常的惯例 CPU的更新换代除了加核心堆线成外 最主要的还是工艺和架构方面的打磨 当然挤牙膏的方式得另算 所以在这方面 Zen 4架构的核心代号将会从Vermel升级为Rafael 并会基于台积电5nm制程工艺打造 而根据台积电展示的制程步进来看 相较于目前的7nm工艺而言 5nm的晶体管密度将会提高83% 性能将会提高13% 但功耗却会降低21% 除此之外根据WC-SafeTech的消息显示 Zen 4核心的IO部分 也有可能会采用6nm制程工艺的小芯片设计 这也就意味着Zen 4将会同时用5nm和6nm两种混合工艺 并为之后的Zen 4X3D做好准备 但这种计划目前还处于暂定状态 所以可信度不是很高 不过能够确认的是 目前AMD已经表示 至于Zen 4价格的锐龙7000系列CPU 将会放弃使用长达5年之久的M4插槽 并正式升级为M5插槽 而CPU的接口方面也将从PGA封装更换为LGA1718封装 这也就意味着锐龙7000系列CPU将不会再有针角设计 持而代之的便是和英特尔一样的触点结构 由于此同时 根据推对用户的泄漏 Zen 4还有望首次集成基于RDN2架构的核显 但预计会和目前英特尔的CPU一样 只求亮机不求性能 不知道这样设计以后 未来的锐龙G系列是否会取消 当然现在也不排除Zen 4依旧会按照Zen 3的情况 继续将核显放在G系列中 但是这样来看 无论是怎样的结果 AMD CPU的正翻两面都会成为英特尔的形状 这对于AMD的CPU来说完全是新一轮的开始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消息外 Zen 4处理器还将会支持类似XMP技术的RAMP技术 以及全新的PBO3RFC2等等 当然与之配到的主板也会引来重大升级 其中X670系列依旧会归属于旗舰型号 而B650系列则仍会是主流型号 至于其他方面 从目前线道的主板框架来看 Zen 4处理器还将会继续支持 多达28条PCI通道 NVMe 4.0协议 以及USB 3.2等Io接口 但比较遗憾的是 目前Zen 4处理器并不会与英特尔一样 采用兼容DDR4内存和DDR5内存的策略 仅会保留支持DDR5内存 而这样的做法是好是坏 我们之后来进行分析 那说完了Zen 4的全新变化后 最后再来看看它是否值得玩家们期待 其实对于玩家们而言 最为关心的还是Zen 4的性能变化 而从目前MD公布的唯一宣传片来看 目前Zen 4已经能在1080P下 以全核5.0GHz的状态运行光环无线 作为对比 目前Zen 3大致能以全核4.8GHz 偶尔409GHz的状态运行 而根据WCCFTX的消息显示 由于此前Zen 3至于Zen 2就获得了19%的IPC同屏性能提升 所以Zen 4至于Zen 3也有望保持19%的进步 但由于Zen 4供应的进步和架构的改进更为激进一些 预计IPC同屏性能提升可达20%到25% 那么超越目前的12代酷瑞应该不成问题 甚至还有望与即将问世的13代酷瑞达了有来有回 这样来看Zen 4还是值得期待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 从目前曝光的TDP功耗来看 锐龙7000系列预计是在105W到170W这个范围内 但对于CPU的积热现象 是保持原有还是得到优化 目前还不清楚AMD怎么处理 然而最于重要的是 对于想要更换Zen 4的玩家而言 就必须更换全新的X670或者是B650主板 毕竟接口全换了 老主板肯定是不兼容的 另外由于Zen 4目前也仅支持了DDR5内存 所以玩家们也必须搭配DDR5内存使用 可由于目前猫头鹰、微星、德瑞斯等厂商已经确认了 AM4插槽散热器能够兼容至AM5插槽 所以你如果正在使用锐龙5000系列的散热器 那么就可以不用更换直接使用 至于价格方面 根据DD Times的消息显示 由于疫情的影响以及台阶电代工的涨价 AMD会将7nm、5nm处理器的报价提高10%到20% 所以Zen 4处理器必然会涨价 但如果是以Zen 2到Zen 3的涨价作为参考的话 R57600X预估在2400元左右 R77800X预估在3400元左右 R97900X预估在4500元左右 R97950X预估在6500元左右 当然这个价格仅仅是个人猜测 仅供参考 Zen 4处理器最快的公布时间 预计会在今年5月下行举行的ComputeX中良想 但发射时间会在6月到7月初 同时也不排除往后延期的可能 最后再简单的总结一下 如果游戏玩家想要首发用上Zen 4处理器的话 目前能够确认的就是需要更换全新的X67B650主板 以及DDR5内存 同时以主流的R57600X为例 做个大概预算 也就是需要花费2400元左右的CPU 加上1500元左右的主板 加上800元左右的16GBDDR5内存 总计4700元 这样来看花费的确是稍微大了一些 还不如直接把预算全部用到显卡上 让整阶的性能提升来得更直接 所以是你也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呢 欢迎在弹幕上或评论区留言哦 而Zen 4究竟能不能重振AMD雄风 这就需要玩家们继续期待了 好了以上就是关于Zen 4处理器的全部消息汇总了 而具体的规格性能提升以及售价等等 这些人需要等到AMD官方才可以确定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课 我是李强 我们下期再见